歡迎收看2021年秋季奧運 現在為您轉播的是單人乒乓球決賽 單人乒乓球是今年才正式納入奧運項目 我們非常的期待 好的畫面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選手劉友祥正在暖身 劉友祥從小就沒朋友 所以發現有這項運動後就沒上了 是的 單人桌球的賽制非常特別 是選手會自己跟自己比 選手會持有一個迷你桌球桌做來回擊球的動作 沒錯 只有自己可以戰勝自己 就是這點非常的迷人 比賽不是金牌就是銀牌 非常的緊張刺激 鏡頭回到了比賽現場 劉友祥準備要開始了 深呼吸 友祥向裁判示意 準備發球 友祥全身貫注 鬥雞眼了 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拋球高度 比賽開始 友祥起了一個非常好的發球 節奏也非常好 旁邊的裁判全身貫注緊定選手 一人桌球除了技巧 最重要的還是選手的心理素質 沒錯 如何打敗自己的心魔是重點 好的 比賽不知不覺來到了尾聲 目前對策的友祥取得了一分的Match Point 看得出來友祥非常的緊張 他在賽前已經輸給自己太多次 不能再輸了 所以他在賽前也跟自己做了很多的特訓 像是跟對策的自己練球 或是站在對策跟原本內策的自己對戰 相信他一定有機會可以奪得金牌 好 對策這次的回球力道似乎不夠 內策友祥是否能把握住這次機會 炸球 出界 裁判判給了對策的自己 這場比賽友祥是以兩分之差敗給了自己 非常的可惜 劉祥祥在今年第一次站上了奧運的舞台 卻敗給了自己 儘管如此 祥還是獲得了銀牌 我們恭喜祥 鏡頭轉到祥祥在基隆的父母家 我會一直都不支持祥的啦 想不到祥還自己一個人 把這項運動推廣到國際賽事 我們有帶祥去看神星科啦 但祥不吃藥啊 說什麼吃藥會害祥表現不好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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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啦 好的 恭喜劉悠祥 為他自己也為台灣再添一面銀牌 也邀請大家一起為台灣劍兒加油 接下來的雙人舉重也請繼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我們再會 等一下有吃什麼啊 郭貼啦 我想吃郭貼啊 那是劍哥吧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按讚加訂閱 你的支持是我創作的道理 現在出場的是贊助小劍兒 第一組男子舉重雙人組的 波寶珠珠俠與楊仲凱好帥 以及覺得比美超戰德拉的神大鬥與珠珠與咪嚕 女子舉重雙人組 阿滴與黃鎮牙阿布 還有愛與光之小胖德斯 男女混合雙人組 與之國國王陛下與大乃希一組 黃玉婷我在這裡阿阿阿跟學長他老媽一組 男子單手舉重組的水上扛把子 WSY8473 還有我剛唸到哪裡了 女子單手舉重組 我愛比美好多年星與素仁紅是乖孩子 男子單腳舉重的生命粒子世界部 可愛的可純真以及安妮君 女子單腳舉重 超時空針腳瑞瑞 還有男女混合手腳併用組的 恨語水踏之家以及基米許 加入訂閱每月抓200元也可以追蹤小可愛 喵喵喵喵喵